大家好,我是瑞克 想像大家已經 如果在這個議程 在這個鬼帶著久了 應該看我一個早上 我早上話都不多 因為我是一個安分的主持人 那接下來三個小時 我依然盡量話少一點 還是做一個安分的主持人 因為其實下午這一堂會議的主角是各位 就是各位要協助我們做 頭腦風暴 英文直翻 其實意思是說集思廣義 我旁邊的這兩位等一下是 我們美麗的小助理 他會分成 我們就分成兩組 這兩組討論的議題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只是希望能夠讓 每個人講話的時間多一點點 所以到時候就隨機分 隨機分 好,那他們兩位會帶領的大家去跟著我設定的 就是提出的問題帶著大家討論 然後統合大家的意見 那也會在每一輪討論之後 請各組能夠發表出來 讓我們知道一下 對於台灣危機未來語言發展的想像 好,兩位先休息一下 好,那我先調查一下 這邊有參與過危機任何一個項目 不一定是百科 有參與過危機任何一個項目 可以先舉一下手嗎 好,大概佔一半 好,請放下,謝謝 好,謝謝 即使你沒有參與過危機也沒關係 我們需要多遠一點的想像跟意見 那我再問一下 在這邊現場除了國語、華語之外 會講其他的台灣本土語言 至少一種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國語不算 好,幾乎都是 好,謝謝大家 那這樣太好了 好,那我問一下 屬於漢語系的就是明科語的 舉手一下 好,那另外一種語言 屬於南刀語系的 舉手一下 好,謝謝 好,這也差不多一半一半 好,我覺得這個比例簡直完美 好,來 那今天到大家 借用大家的腦袋之前 我還是先介紹一些背景知識 方便我們接下來未來的討論 好,那台灣語言在危機的發展現況 現在是這個樣子的 很顯然的華語還是在台灣 在某種政策的努力之下 它變成一種超級優勢語言 以至於現在 維基有各種不同的專案 維基有不同的專案 除了大家最認識的維基百科之外 它還有做詞典 有新聞 有文庫 有學院 有導遊 有教科書等等 那這每一種專案 都有中文 都有中文的版本 而且台灣可能多多少少 你只要願意都可以參與在其中 好,那所以 過去我們協會在進行維基社群經營的時候 也幾乎聚焦在華語很多 那最近幾年呢 開始有一些其他的平台出現 台語科語當然比較早 台語科語當然比較早就出現了 那後來現在又有五個原住民族語的加入 但對他們來講 這些語言到現在為止就是維持著有一個百科 那我後面另外畫一個斜線寫 維基數據跟維基共享資源 是因為維基數據跟維基共享資源 並不是用語言來分版本的 它是全球統一一個版本 只是裡面可以加什麼語言的資料這樣子 好,那目前 所以維基數據跟維基共享資源 這幾個都還可以在裡面去寫 好,那大家知道現在台灣的話 還明確屬於我們本土語言 就還有原住民族 現在有官方有十三族 差不多十二種語言 有十二種語言 那現在只有五個族語獨立出來 那等於還有七個族語 現在都還在這個維基福語場 好,就他們是有機會 未來也有自己的獨立的維基百科 但是現在他們必須要證明 他們自己的這個族群有意願 在維基上面貢獻 長期的發展才會 才會給他們獨立的版本 那最近有一些情況是 有一些地方正在努力的做一些消失語言的附贈 比如說平埔族語的部分 但是目前維基的政策是 如果是死去的語言 是不可以在這上面做浮語的 就連浮語場都不跟你進去 更不可能獨立的版本 那除非你哪一天證明這個語言 又活過來了 這個發生了這個 有點像那個西伯來語的那個奇蹟這樣子 那有機會再進到浮語場的層級 那這是目前台灣的各種語言 在維基上面發展的狀況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那新住民帶來的語言可不可以算 那因為那事情有點複雜 而且比如說像什麼印尼語 或是越南語 其實他們有什麼 他們自己強勢 在一個那種語言非常強勢的國家 而且他們也有他們屬於自己 語言維基百科 我們就暫時不放在這裡面來討論 好 那這裡可以看一下 目前有的維基百科的 在台灣的版本 到底發展的狀況是如何 那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歷史的 年份的部分很明顯就是 有分成兩組 一組就是比較漢語系 這三個都有 時間都差不多了 都有15年到20年之間的歷史 可是他們的發展情況的差別就很大 中文現在已經 在條目數已經突破136萬9千多 將近137萬 那閩南就是馬上就是只有三分之一 剩下43.2萬 然後客家的話就更少 剩下1.1萬 1萬多一些 那後面這一組就是我剛才講的五個 最近剛成功的晉升獨立版本的原住民族語 那差不多就是在幾百條 然後多的也都還沒有到三千條的地步 所以當然歷史的發展上面他們比較短暫一點 所以條目數量少是可以理解 當然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我們的幾個語言的發展 還是有跟台灣的重視程度 使用人口之間 有非常 還有資源的奪寡有非常密切的關聯性 那發展現況來講的話 現在台灣有幾個推廣的組織 那我們台灣維基美理協會 它其實不是用語言去分 它是用地方性地域性來分的 那所以我們協會一直認為 其實發展平均的均衡的發展各種語言 應該是掛著台灣這個為名的一個協會的一個責任 那當然有一些開始有一些主題組織出來 目前的幾個族語裡面 台灣語有自己的用戶組已經成立 而且成為維基美理基金會的總會 承認的一個分支組織 那阿美語跟賽德克語 他們都有建了所謂用戶組的頁面 或是做了一些類似用戶組的事情 早上如果有聽他們分享的話 那賽德克語還去選logo之類的 但他們就是還在籌備當中 還在籌備當中 還需要等待努力成為基金會認證的一個 可以分享資源的一個用戶組 那另外還有亞洲月的用戶組 這個其實是辦活動 就每年11月的時候 來主辦一個全球性的編輯 條目編輯的賽事 聚焦在撰寫亞洲相關的主題 當然它並不是放在 完全放在台灣的本土語言上面 但因為它確實也是在台灣 一個滿重要的資源 而且這部分確實也可以再針對 一些亞洲的小語言來做發揮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幾種推廣組織的存在 這裡面協會是屬於分會 其他的用戶組 分會在基金會的分支組織裡面 是屬於比較正式 有可能地方政府承認的一個身份的 那用戶組就是比較鬆散的一些 一些用戶形成的社群 大概是這樣分類 好 那這是很簡單的介紹一下 台灣語言現在目前發展的狀況 希望如果對這塊不熟的 能有一些基本的背景知識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在這邊 請大家來協助我們開這個會議 那這個語言峰會實際上是我個人的一個 提出來的一個構想 然後前面也說了 其實在我們的想法裡面 我們掛的叫做台灣維基媒體協會 不是以語言來分 所以我們不應該獨厚華語 我們應該在台灣能夠發展的 各種語言上面 我們都能夠盡一份心力 好所以我們開這個語言峰會 當然希望能夠幫助我們把這個工作做得更好 那這裡也可以分成維基本身的策略面 跟外在的社會跟他的整個運動的執行層面來分 就策略面來講 維基媒體這幾年推出一個 維基媒體2030年的一個策略計畫 就是一直到2030年我們要變成什麼樣子 那在這個策略當中我就不想去講 今天時間有限 但它裡面有一項很重要的就是知識平權 那什麼叫知識平權呢 你使用任何語言的人都應該有機會用他自己熟悉的語言去認識這個世界 去學習這個世界的知識 你可以想像一下 可以理解一下 比如說目前的台灣的原住民 他們都必須要透過華語 因為他們去上學的時候大部分都教華語 唯一講自己主語的課就是母語課程 那我們好像辦了幾個母語課程之後 就把他們覺得好像對他們很好怎麼樣 開始平權了 沒有 其實他們大部分還是用華語來認識這個世界的 那維基有沒有辦法在這部分努力的 讓他們可以多一些機會用自己的母語來認識知識 來接觸知識 那在外在社會面上面 當然台灣這幾年確實 雖然剛剛嫌棄了一下 但確實我們在這個評權的概念上面 比過去進步了很多 那這件事情可能 但是雖然進步了很多 但這幾年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新聞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這個 有些人不理解為什麼要這樣做 有些人就是覺得大家都講一樣的 都不是考溝通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要分這麼多 為什麼要學一些這個平常用不到語言等等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維基出來的帶領 讓大家在實踐當中去感受到多用化並存的一個好處 一個美麗 一個機會這樣子 當然最後的話 前面兩個都是理想 時間這兩種理想的話 我們還是需要去整合跟公平的分配資源 因為過去就是反正我們知道哪些人在做哪些語言 我們就想辦法幫他拉一把 那我們沒看到的就不小心忽略了 不小心拉對了這樣子 或者是說那這樣長期下來也會在 也會感覺到好像總是掛一漏腕 總是好像自己少做些什麼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討論 領先群的發展比較好的語言可以走得 可以探索得更長遠 但比較落後的可以在前面的人的體系之下走得更順暢 好這個是我希望等一下的一直到 我們這一場應該是到四點半對不對 這個時間上面可以做到的事情 好那到這邊各位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好好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那目前台灣語言暫時沒有這個狀況 暫時沒有什麼 手語 大部分都綁一個特定的語言吧 沒有 沒有嗎 好我不太了解 這個 因為手語 好這個我覺得 你等一下可以在裡面討論一下 也許我們沒有顧慮到這個方法 這個部分 對好 那 好 我覺得這個問題沒有關係 就我可能沒有考慮到 但我覺得可以放進去討論 也許我們可以爭取這個部分 好那 OK的話我們現在就分組好不好 我們馬上就進行到 我先介紹一下等一下會議的三個主題 那我們會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我們未來各個社群發展的目標 因為我們想要確認一下 大家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目標 然後即使不是共同的目標 不代表我們要把它切掉 就是了解相同之外 有什麼相義的 大家可能各自需要特別加強的部分 那第二階段我們當然就是 就現在的資源的需求來做一個盤點 那大家需要什麼東西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能夠爭取到什麼 那又要怎麼樣公平的分配 那第三階段的話 我們當然是看看未來是不是能夠 因為今天不可能一天幾個 短短的半天就把一日都討論得一清二楚 如果是都這樣就太好做了 所以我們第三階段是希望能夠 既然已經知道大家有這些需求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建立一個 就是持續經營下去的協調平台 來持續的繼續去運作 然後保持大家的認知都是一致的 好 那我們請兩位這個我們的助教 不是啦小組長 引導人 好我們請兩位引導人各就各位 你們自己找一個分的夠開來的地方先就位 你們先就位先不要擔心怎麼分 你們兩位先分開來一點 先分開來一點 好 那請大家先先先站起來好嗎 然後各自各自隨機的先隨機的去找我們兩位其中一位 就以他們為中心然後繞著轉繞著轉 我們先看一下人數的部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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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把桌子就是 以他為中心為一圈這樣比較好討論 好稍微移動一下稍微移動一下 如果包包太多不好移動也可以就放在座位上啦 我們椅子那麼多 好稍微移動一下稍微移動一下 或是一個扇形也可以啦 不一定要一個拳大家方便就好 大家方便就好 對對對 盡量看得到彼此為主 好 好這位個子比較高的叫何真 個子比較小的是Joyce 那大家看一下 123456123456789 1234567 來那個這邊大概兩位在過去Joyce這邊好不好 對對對 對對對 感覺他比較少9-277 沒有沒有一個過去一個過去就好 應該一個就夠了吧 12345789123456 沒有兩個兩個過去兩個過去兩個過去 好好好 好好好 加入他們 好 那我們第一個階段的話 好 因為大家都剛剛認識 剛認識 所以我們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回答我 請各位跟你們的主員分享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當然第一件事情 是你的名字啦 怎麼稱呼 好來 那除了你的名字之外 第一件事情 你是活躍於哪一個語言 好如果你活躍 你認為你活躍在兩三種語言 你就都把它爆出來沒關係 那你覺得這個語言社群明年 我們就設定明年就好了 2024年 2024年 你覺得這個社群最重要要達成哪一個 要做到哪一件事情 這事情不用很大 你可以說 至少要有一個人跟我一起寫這種語言 也可以 好 就是這個語言明年最重要的工作 你覺得是什麼 那第三個就是 你覺得如果要達成這個目標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做什麼樣子的活動來完成 簡單的跟大家分享就好了 好我們把時間交給兩位小組長 多直接完全集中 我ических INDEP 要來這些業務 整理的ми性 要沒有認識 全體育手 是han so 不 prone 按照 你小心 很像這樣 天ors 的 好 大家走 不要這麼多foam 沒有那麼多個 不是啦 有那麼多foam 你咋單體就是為有個答案 然後因為我被那種 沒有那麼過分 你們要接受打得很多 好 找到你 不要不用別的 把揭槍 要不要行 好 先把揭槍 你們想問我一個人 結果如果沒有那邊 就是這樣 就是這罪 要不要放人 學會比較明顯 對 這樣就會比較明顯 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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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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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